大部分NBA球员都是来自贫困阶级,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的成就,而他们也格外懂得感恩并回报社会。 此前张姆斯为家乡全镇学校,那事情就是其中一种,而哈登监狱也举办了自己的明星慈善赛事,哈登邀请到的好友包括保罗、塔克、德罗赛、韦少、安东尼、沃尔、密切尔、温斯洛、格林、莫里斯兄弟、罗奇尔、约什史密斯、埃文斯、福克斯、奥尼尔,在漫长的NBA球赛季, 能够看到这么多NBA巨星机制在一起打球,可以说得上一场盛大的赛事了。 不过哈登组织的这一场慈善赛事并没有获得很多球迷的关注和观看,我们在视频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空缺的位置很多,这样的上座率看着真让人揪心不已。 对于这一场比赛小编也是有很多疑惑,篮球欢迎程度如此之高的美国队对于这一场难得的比赛竟然会有这样的低,能够一时间招募到那么多球星也侧面说明了哈登的人员真心不错, 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惨淡的上座率,我们目前还无法知道,看到当胡子麦力请来球星开办的慈善赛竟然这么冷清。 中国球迷也纷纷调侃如果这一场比赛在中国举行,那肯定是一票难求,姚明基基慈善赛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每年的场的NBA球星不会很多人,但是上座率都十分恳观,是小夏如果哈登选择来中国举办这一场慈善赛,唱片肯定很火爆。